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少帅到成熟教练 对于奥运会他有独特的看法 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大赛的话 我们生活就失去了应该有的意义 2012年伦敦奥运会 刘国梁如何面对 距离2009年横滨式兵赛前20天 一堂对内训练课后 刘国梁和同事打起了羽毛球 备赛横滨式兵赛 是伦敦奥运会的第一炮 但是显然我们现在碰到的这种困难 要比四年前要更大一些 大赛之前还能做到这样轻松的打羽毛球 这份从容将对于2004年雅滨奥运会的刘国梁 有了很大的不一样 2004年雅滨奥运会 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 获胜者激情拥抱 失利者黯然离场 这是自1996年以来 中国乒乓球队失去的唯一一块奥运金牌 这也是他作为教练员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这让刘国梁想起了1996年奥运会 那是他作为运动员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 1996年奥运会对我来说是美好的 没有碰到什么太大的这种挫折 而且就跟这个做梦一样 帮帮很轻松的两块金牌就拿到了 1996年奥运会 刘国梁一举夺得了男单和男双两块金牌 那季奥运会之后 中国乒乓球进入了刘国梁孔立飞时代 2002年刘国梁退役 2003年他接替蔡振华出任中国乒乓球男队主教练 这一年刘国梁27岁 这碗挫球的时候要不然就直接晃出场 到底这么年轻能不能担得了这个重任 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心里也没谱 我也感觉是我也想证明自己到底行不行 作为运动员时不曾有过的失败滋味 在刚刚担任教练一年多之后 刘国梁就尝到了 回来之后赛兰他不一直在陪着我 赛兰我一直在走 输了不见得是坏事 我觉得这句话把我这种变形了 赛兰下来之后跟我说 聊一段时候他说有一点 你现在必须要做到的是吧 你要尽快地从这个男单失利的阴影当中走出来 只有你走出来了 整个男队才能走出来 经历了雅典奥运会的失利 中国乒乓球男队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从2005年到2007年 他们连续包揽了三届世纪赛冠军 带着这样的成绩 刘国梁把目标放在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当主教练也好当主力队员也好 这么多年下来之后 我自己就感觉如果说没有这样的挑战 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动力 2008年后一会在本土桌上 应该来说压力比2004年后一会要大 但是从我个人来说 我一直感觉比2008年后一会的压力要少 那我觉得为什么呢 其实我也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压力和动力它是并存的 就看你怎么看待了 如果说你处理不好的话 它就会成一个巨大的压力 如果你处理得好的话 巨大的压力会转变成巨大的动力 我从来没怀疑过自己的能力 我也有这样的信心跟决心 希望能够2008年突破204年 没有完成的幸运 能够证明自己在这4年当中 确实有很大的进步 有很大的变化 8年的生活 我们南北已经真正处得强大 我们赛前准备一个太平衡 把所有有可能出现的困难 包括只要能想象到的困难 我们都想到就是最困难 不然去争取最好的结局 所以才能做到有备无患 所以在整个比赛里头 都没有碰到太大的惊喜 2008年北京奥运会 刘国良带领中国男子乒乓球队 夺得团体金牌 并且在男单比赛中发挥出色 获得金银铜三枚奖牌 创造了中国男子乒乓球队 三面五星红旗在奥运会上 同时升起的历史 这也是刘国良作为教练 第二次参加奥运会 第一感觉就是 我其实做梦也没想到 感想单打三面红旗同时升起 我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 好像天生就应该 承受这样的荣誉 和承受这样的这种压力 北京奥运会 真的比赛打完了之后 压力没有了之后 反而有一些这种茫然 一个阶段里边 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 很快刘国良又找到了新的目标 2012年伦敦奥运会 新老队员交替 这个目标并不好实现 站在这种 12年奥运会的高度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困难比08年大得多 因为当时08年 我们是鼎盛时期 一旦这种鼎盛到头的时候 它肯定有一个回落 再加上我们运动员的这种年龄 王立行 今年已经31了 马林也29了 他们已经征战了这么多年 包括王浩也26了 也打过至少是两届以上的这种奥运会了 我们如果说还用原班人马 肯定是不可能的 如果用到原班人马 对我们整个队来说 可能都是一种灾难 2009年横拼世界平方球锦标赛 2009年亚洲杯 中国队都发挥出色 在其中也涌现出马龙 取消的一大批新人 我觉得这次士兵赛 我给这次队伍的定位 还是我们在锻炼新人 在锻炼新人 在磨炼新人 尽快地 刚才我也说了 这个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 仅有的几次大赛里面 我要抓住所有能给的时间 所有能给的大赛 让这些新人能够得到锻炼 2012年伦敦奥运会 刘国梁带领的这支队伍 将会有怎样的表现 作为中国乒乓球队 就没有后退两个字 你只有一个字 只有往前拼 勇敢地去面对 而且我觉得 作为我们的优势 就是他们看见中国人 在场上 在大赛当中 我们就害怕 所以我们要利用 这种心理的优势 一次次的成功 从这种思想 从思想这种深处上 能够对对手造成 这种致命的大赛 继续奥运 享受奥运 这就是我的故事 我的奥林匹克 很坚强地对待一件事 我那跳出来 我觉得没有白练 一个人一定要有失败 如果能够做到 自己想做的 是不是最幸福的 我当时确实是 中国女众离得我不帅 但奥林区就不转 我一生就有啥 就叫你别干 跟同的岗位 同样的追求 我的奥林区克 发现更快 更高 更强的自己